聯合國爆出有12名職員 疑似參與武裝組織哈馬斯 對以色列的襲擊行動後 以遭聯合國開除並調查 美國已經率先停止提供了資金的援助 包括英國、加拿大等也陸續跟進 這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感到不滿 以色列日前爆出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 UNRWA有多達12名的職員 以色列在去年10月7號協助參與武裝組織哈馬斯攻擊以色列 對此美國在當地26號已經決定 停止對UNRWA提供資金援助 對此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感到震驚 除了開除這12名職員也展開相關調查 包括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也陸續跟進美國的做法 切斷對UNRWA的資金援助 這也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對此感到不滿 在這時代的職員有完全的權利 因為1948年在1948年發生了對巴勒斯坦人 他們創造了以色列 那些人創造了以色列 應該要負責到最後的負責 到最後找到巴勒斯坦的國家 UNRWA是向中東地區數百萬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的難民機構 在以哈戰爭開始之前 總計僱用一萬三千多名員工 大多數都是巴勒斯坦人 對於以色列的指控 德國、法國跟歐盟雖然表示關切 但暫時仍未停止資金援助 而以色列則是表態 未來停戰之後 將會阻止UNRWA參與加薩走廊的重建 雖然是非常便宜